大家好,我是黄大师 今天的相学小知词啊 我们来看女子九三相 富贵好面相 什么叫女子九三相 古术上的女子九三相 是指她静态的五官长相 符合相礼 还有她动态的行为举止 符合节度 就是优雅雍容端庄的九三相 九以后是动态 八以前是静态 所以统称为九三相 十二以后再开列 第一就是要投缘 投缘而平 我们看这两位美女啊 一位大肠筋 一位上司公司老板的老婆 你看她额头高宽 女孩子的额头不一定要凸 但是要匀嫩饱满两粒 就是要像这种额头 要这个目测就知道了啊 就是她这种额头这个幅度 看起来她的头就是远的 投缘而平 第二股细皮划 看起来就是要 白泡泡默默默 她的皮肤要细致 如果你的毛细孔比较粗 你就比较容易停留在劳工阶层 美女白白亮亮的哦 那五官长相就要照相里 第三皮肤白嫩 跟那个骨细皮划差不多 第四眼长眉袖 我们看这张图 这叫柳叶眉 她这种眼神呢 她有双眼皮 眼神看起来内在的才华 有一个定见 眼睛黑白分明 第四就是要 眼长眉袖 再来唇红齿白 我们看这两张美女 这一位是重庆的美女 她就有符合 刚刚我们讲的那五张相 这一张也是 这一看就知道 贵妇这样 整个亮亮的 眉清目秀 额头平整 饱满圆润 没有奇奇怪怪的东西 唇红齿白 牙齿没有看到 你的牙齿要大要白 最好足32颗以上 符合这些条件越多 你就越具备贵妇的条件 会更好名 那这张照片是看她的地格 地格饱满 我们之前讲过 帅妇看牛泪 牛泪看牙齿 笑起来眯眯眼 有点弧度合肺 额头也亮亮的 帅妇要帅这种 这做成本也很好 这个会善待我们嫁过去的女儿 这张也是美女 头颜而平 骨细皮划 皮肤白嫩 眼神合肺 她的眉眼不错 她这个眉毛 是柳叶美 柳叶美是女生 最好的眉型之一 就是性情温和 看起来要端庄 要秀丽 顴骨也饱满 然后地格有朝兜 这做成本很好 再下来她年轻一点的时候 照得像 她这张有刘海 如果你是职业妇女 你的额头就要亮出来 额头云亮 云秤 饱满 没有受伤 没有违章见绝 然后顴骨也饱满 眼神合肺亮丽 你如果额头太高 就建议你刘海盖一点 她那个呈现出来 精神气色整个亮丽 你就是一个贵妇像 好 以上的简单解说 希望各位可以理解 九三项啊 我们开个三到五期 因为很难在三至五分钟的视频 通通把它讲完 以上